堅持 堅持就是讓客戶喝到最油脂的咖啡 我是務農第三代 第三代我一直想說 我如果跟爸爸一樣 都一直務農 都沒有出來走行銷路線 還是商業路線的話 會覺得如果我在務農 我的小孩改天也是務農 所以就會覺得說 那就不然創一個品牌 我們就替小孩走五十步 改天他們再走也不用從零開始走 就是那種想法 就是那個時候 你只會看到馬上的騎士 我住手 那時候 有時 有時 我還沒有 大して 人家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想說 咖啡是一粒一粒的嘛 那要照顧好咖啡 它本來就是很辛苦 它從田園管理 支肥採收到後製發酵 然後產品 這是要付出相當大的興趣 主要的商品也是水洗跟日曬 它唯一的區別就是 它後製的處理方法不一樣 水洗是先脫皮 然後弄要後製發酵 就發酵把那個果膠脫離 然後進行水洗 再乾燥 那日曬是直接 員工代表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複曬 一次複曬一次發酵 對 這樣直接要曬到膽乾 應該是挑豆 都是三斤飯店一個人在挑豆 為什麼會挑豆 就是有咖啡國小豆 它會吃咖啡豆裡面的果實 繁殖力又很強 它又不好噴藥 所以我的咖啡後來就都不噴藥 那當初我們那裡種咖啡的時候 還沒遇到 其實我遇到 就半夜一個人在挑豆啊 人家都在睡覺了啊 然後再想說不能砍掉 就把它砍掉 砍掉要等兩年 才可以再建設你才行 其實我是覺得不管遇到什麼 也是都要自己要把自己搞強大才有用 那你總就是一步一腳又慢慢來 又擠不得 這東西又擠不得 因為我是堅持說我客戶有訂單 我再進行瘋調 我就不想讓客戶品嚐到那種不新鮮的味道 要相信自己走自己的路